这一集的理由小贴士呢 其实就是要叫大家来策划一场完美的礼图规划 那之前我们是用了这个Google File的部分呢 来搜索便宜的机票 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会用这个Google的这个小工具呢 来进行这个礼图的策划的 那要怎样进行这个礼图的策划呢 包括整个行程的景点啊 然后怎么去啊 然后入门票啊 开放时间啊等等 的行程策划是非常头痛的 那尤其对于一些自助旅行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Google Map呢 的确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非常的简易 那我们只是要进到这个我的地图的部分 点击开始使用进到里面去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界面 这个我们有两个 这个是斯利兰卡 就是我之前所设立的 这个我的行程 然后还有 Osaka的部分 那这边你就直接点击这个部分 创建新地图 点击进去创建新地图里面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好 这个界面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看到一个地图 然后讲一讲啊 这个命名地图就是还未命名的地图 你就直接点击进去里面 好 这边地图标题 这个你就可以打上您这一次里程的目的地 好比日本 好 我们就打日本东京吧 好 说明这次里行是跟谁去啊 或者是去哪里啊 都可以 这个是好朋友的里程 的里图 好 我们按保存 那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了 那接下来 就来到这边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开始规划我们的行程了 那怎样子开始规划我们的行程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Google的部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打开这个网件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要去哪里 但是通过搜索 通过网上一些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该国家应有的景点的部分 好 我们就到Google这边 开启这个东京之力 搜索一下东京的景点 好 我就开启了这个Google 我就直接打 在这边打上东京 好 东京热门推荐活动 看到这边有一个东京热门推荐活动吗 更多建议我把这边点击进去里面 好 在这边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东京 Google上面推荐你的一些东京币区去打卡的地点 好 我们就点击进去里面 东京天空树 好 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地方 好 好 拷贝下来 丢到我们的行程这边 我们就把他放进去里面 好 东京天空树 搜索 好 然后把他添加到地图这边 好 看到这边有个界面 有三个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按键吗 这个按键 第一个 我们就是样模样式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它点击进去 来我们看更多的图形 好 这边的图形呢 就可以放你要的图形和图件 好 这个东京的这个天空树 可能是拍照的部分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部分放进去 好 我在这边可能是我要来打卡 好 我就把它放一个移动电话的部分 按确定 然后放上颜色 黄色 好 这边就保存起来了 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按键 再来 你再编辑一下 刚才的这个天空树的景点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们去到这个Wiki百科这边 把这个 这个部分就是讲解的部分 copy 拷贝进去里面 放进去里面 然后再按这个图片的部分 图片部分来到这边呢 你就可以再选择更多这边呢 在Google上面搜索你要的图片 来 东京天空树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里面 东京天空树 点击进去 就可以看到有的图片 把它点击一张选择放到里面进去 然后按保存的部分 它就会把之前那张图片给保存起来了 有没有 这是一声保存 好 所以这个地点的规划就好了 这边就完成了 好 我们再来去到下一个景点 我们再来点击 下一个景点的部分 可能我们可以去浅草市 我们就点击浅草市进去里面 好 我笔进去这边把它放进去里面 哎 这边 只是我几个不要 浅草市 好 浅草市就出现了 天字地图里面 然后把它 把浅草市的照片放进去 好 好 浅草市的照片 找一张最记代表性的就是雷门 然后再来把这个浅草市的这些资料 copy进去 好 然后保存起来 好 你看到这边 基本兴趣这边 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边呢就会有 它会直接的显示在Google上面有的资料 就是它的地址 然后浅草市的这一个 网站 电话号码 还有它的排行 都有在这边 把它保存起来 好 就保存起来了 再来我们再放多一个地方 名字成功 好 也是一样把它copy过去 然后放到这边 找谁 名字成功 好 添加之地图 然后放上 名字成功的图片 好 这一张 这一张比较美 我们选择一下 然后再来拷贝一下它的说明的部分 好 那这边我们就把它点击进去 然后按保存起来就行了 好 我先把它放三个景点 所以在三个景点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显示出来你在东京的三个景点看到吗 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找多几个景点把它放进去里面哦 来再来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就是东京铁塔 点击东京铁塔 点击东京铁塔好 把它拷贝过去 东京铁塔 好 好添加之地图 然后放上东京铁塔的照片 选择一张你认为最美的东京铁塔 哎 这张不错 然后樱花盛开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再把这一个 逆去百科的这些简介放到里面进去 那通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必须看一下的解释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那我们再来我们再选择一个 好 那第一天就这样子吧 好 那我们再来 打开数据表格 好 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天的行程去的地方 哎 就会有东京天空树前少式明治神功东京铁塔 还有完整表完整版的一个解说 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知道哎 这一个四项是你第一天要去的地方 好 那我们要写第二天的景点了 怎么写呢 在这边上面有看到一个添加图层吗 点击进去里面就会添加图层 哎 然后这个命名图层 我再点击重新命名图层 我这一个呢就可能是放第二天的景点了 好 按保存起来 那导入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要把它放进去了 好 那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天我们可能去逐地市场 好 把它口背进去 可以 添加字地图 然后在照片这边 我们少选逐地市场 好 放一张有标志性的 然后 再把它的这个放到里面进去 保存 再来我们再看新数 好 把这个新数也放进去里面 copy 添加字地图 这边再来放一张当地的这个照片 好 新数这张美丽 我们就把它直接点击进去里面 再来拷贝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跟这个解说 放到里面进去 再放几个进去吧 好 我们可以去六本目 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 搜索六本目 添加地图 然后添加照片 再来观光景点这边 把它添加进去里面 按下保存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刚刚就变成 变成了第一天跟第二天 那我看完整个我编好的行程 我要怎么看呢 我就直接点击这个预览的部分 好 我们点击进去里面呢 在这边呢 你就看到你的日本东京的整个行程 那如果你有编辑到四天五天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长的出来 然后点击进去里面 就会看到所有的行程的这个解说 好 我要进去天空树 它就有天空树的解说 好 然后再点个前扫式 就前扫式的解说 就是刚才我放的照片跟说明 好我们再来进去里面 哦 明智神功 好 点击进去里面 那在这个地图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显示出明智神功的正确位置 好 然后你就还在这边呢 进行 这个就是明智神功了 好 是不是很方便呢 所以用这个Google面来策划你的行程 是非常的简易跟方便的 那今天的这个旅游小贴士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那今天的这个呢 是讲到比较简易简单的方法 来策划一个简单的行程 那其实在这个Google面我的地图里面呢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小工具 可以帮助你策划更完美的行程 就好 比如它可以让你规划你的路程 大概距离多远 然后酒店的位置等等的 这些呢 将会在下一期我的旅游小贴士里面呢 告诉大家进一步的探索这个Google面的好处 以及更多的优点 好了 就到这边再见了 谢谢你收看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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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